在講座正式開始之前 我想請三位分會會長為大家說幾句話 請請第一分會會長 第二分會會長江宇斌 和第三分會會長譚兵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能夠為大家帶來一些幫助 我最後祝大家今晚有一個愉快的晚上 很開心今晚有這麼多人來參加這個活動 這個講座對長者來說 是很有切身關係的 希望透過今晚的講座能夠幫到大家 希望今晚的講座 是令大家更清楚知道長者的福利 無論是對你自己或者家人 在現在或者將來都有幫助 多謝三位會長 人生四季 老年的這個季節 其實是真的要福得恩緣具足 以及自己做好準備的 我們師父有一篇文章 叫做老人自愛 今晚跟大家分享一點點 師父其實也很鼓勵我們佛光人 要擁有一個高格調的晚年生活 怎樣有一個高格調的晚年生活 其實就好像大家現在這樣 又是包括了要多些去瞭解一下 這個社會的資訊 怎樣可以預先去美羽籌 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當然也都包括了自我的保健 自我的反省 因為心態好 你的身體會好 你的生活才會好 還要是自我年輕 也很多謝我們今晚的講座 盧海雪姑娘 多謝大家 多謝師父開示 現在讓我們來介紹一下 今晚我們的主港嘉賓盧 盧姑娘 盧姑娘是安省的註冊社工 他在約克大學完成了社會工作 和心理學的學士學位之後 再在溫哥大學獲取了社會工作學 碩士學位 在2018年開始在祁輝會工作 對我們今晚的講座內容 有非常豐富的經驗 由於戰後嬰兒潮的影響 加拿大和很多國家一樣 都面對著人口老化的現象 加拿大和安省政府 對長者實施到什麼福利政策 似乎都是很多人的切身問題 事不宜遲 現在讓我們禮請盧姑娘 為我們開始今晚的講座 好 多謝大家 好像剛才他們介紹 多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 去講講長者福利和長者住房 首先就是一個 加拿大的老人保障計劃 我們叫做 老人保障計劃 還有退休金計劃 福利金 殘障人士援助計劃 長者大廈 市價租屋 實惠家屋 退休自駕 終身租任住房 還有家居護理 還有一些長短期的護理院 首先我們講回老人保障計劃 有些人說 大家聽到老人保障計劃 就是OAS 保障計劃 大家知不知道 我們簡稱為OAS 包含了一個叫做 老人金 低收入補助金 配偶金 遺囑金 或者我們叫做裸掛金 這個老人金的時候 申請條件是什麼呢 它其實都是要 大家65歲以上 在加拿大的合法居民 以及要居住在加拿大 年滿10年以上 有些人說 我提前申請行不行 最多可以提前11個月申請 11個月就是在你生日前11個月 正確是這個日子 如果在加拿大居住20年以上的話 即使你去回原生地的時候 你還可以領取這個基本金 但是如果少於20年的話 就只有前6個月才可以領取這個 老人金 到第7個月的話 它就會停止發放 等到你回到加拿大 或者海外回到加拿大 就可以繼續申請 那40年就會取得全額 那怎樣才是40年 即在1977年7月1日前 移民來加拿大的 合法移民 還有如果是 或者是滿40年的 或者是未滿40年 但是按居住年期計算 18歲以後 居住的每一年 你都可以領取四十分之一 即將金額除40 然後乘回你住了多少年 舉個例子來說 即是如果你住了10年的話 那就是得到四分之一 那這期呢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新聞 如果追得新聞緊的話 可能大家都聽過 加拿大政府有條新聞 就是從7月7日2021年的新聞 從今年夏天開始 那有些75歲以上的長者 會一次性得到一個 500元的付款計劃 那它有330萬的長者 會受惠在加國 那然後呢 但是這個條件是什麼呢 它要是在2021年6月 即今年6月的時候 是要合資格的 領取這個老人金的 而且呢 是在1947年6月30個 或者之前出生的長者 那大家計一計 那如果是 這個 他們是符合資格的時候 不需要特地去跟政府說 那會自動轉帳的 那如果有些人說 我跟你說 即是我們都有做詐騙的講座 那如果是有些人說 要你去申請啊 怎樣怎樣的話 那就是不要相信這件事 那其實這件事 政府會幫你計的 那然後呢 那就是 從7月開始 老人金的福利 會自動增長 半至1.3 那就是 從618元四毫本 增加到626元四毫九 收入GIS 也都會根據通貨膨脹調整 然後呢 大家可以延長老人金的申請 雖然說 老人金 即是說是65歲 那有些人就想 去到70歲才申請 最多可以延長5年的 那每延長多一個月 就會增加0.6% 那去到你70歲的時候 才申請的話 那最多可以加到 36% 那當然啦 如果你推遲的時候 你沒有收到這個 老人金的時候 那你也都不會收到 那個補助金 叫做那個GIS 或者你的伴侶想 和你一起收的話 也都不會在一起的時候 那要去到 即是等你開始收的時候 他才可以和你一起開始收 那剛才我們說 有一個叫做低收入補助金 那什麼叫做低收入補助金呢 就是在這個老人金裡面 那它都是老人金的一部分 那它是給一個低收入的長者 那它的年薪不多於所規定的限額 那拿著這個老人金的長者 如果它是單身的 即是它的盤額可能走了 或者它一路都是單身的 那如果它是年薪不多於規定的限額 18,984 那這個數字不斷在變的 而現在呢 那就是這個金額的 那 然後 然後夫婦配偶 即包括配偶 即是partner 那是25,104 那如果它的partner 或者它的配偶 是沒有拿著這個OAS的話 那就是45,504 那如果是你現在的收入減少的話呢 那它隨時都會做出一個調整的 或者你之前未符合申請條件 然後現在符合申請條件的話呢 都可以一起的 那以前呢 這個GIS 申請是另外一份表的 那但是現在呢 這個老人金和GIS 你申請老人金 那時候GIS 已經一起申請了的了 所以就不需要填兩份表的 有些長者會問我 那我為什麼會 是不是需要再填多一份表 那其實現在 申請的人 是不需要再填多一份表的了 那最高呢 如果是單身的長者 可以得到935.72元 這個也是最新的這個款項 每年都不多 不少有少少調整的 那如果是結了分的長者 那可能就會是大概有 最多是這個低濕入的寶座 就是563.27元 那有些人說 那我遲了申請 那它可以補回你前十一個月的 這個GIS 這個寶座金的 那 again 如果有些人說 去了海外了 那也都是過了六個月之後 到了第七個月之後 那它就會停止發放的了 然後你回到加拿大之後呢 那要通知部門呢 政府呢 那才可以繼續拿的 因為它是按照在 加拿大這邊的生活水平來去計的 那老人金裡面還有一個其實叫配偶金的 那配偶金呢 就是給那些六十到六十四歲之間的長者 那他們的配偶在拿著老人金的時候呢 那他們都可以申請一個配偶金 那他們也都需要是加拿大的合法居民 以及在加拿大住滿十年以上的 那他們的夫婦一齊的總收入呢 不要超過三萬四千七百零四 那如果最高呢 那這個配偶呢 這個配偶金呢 可以收到一千一百七十四元四六九的 那如果是想要的時候呢 那都需要填表申請的 那政府不是會自動去給你這件事的 那有些人有配偶 那有些人也都會失去了他的配偶 那特別是在COVID-19的這個過程當中呢 那老人金這個東西呢 也都有一個叫做 就是一個遺屬金呢 我們簡單點譯成 那他就是也都是比六十到六十四歲之間 在加拿大的合法居民 那也都是住到十五年以上的 那但是他的配偶已經走了 那他的他的收入又不多 那他的收入可能 就是要低於兩萬五啦 兩萬五千二百十十二啦 那然後他可以申請一個遺屬金的 那這個遺屬金大概是一千四左右 那就是有調整的 再看看你的收入 那加拿大的退休金計劃呢 又好像老人金那樣 就概括一點來說 就叫做退休金啦 那但是其實他裡面也都包含了 我們所說的這個 這個基本的retirement tension 退休金啦 還有一些是叫商殘津貼的 還有一個叫做 也都是有一個遺商的福利的 那退休金計劃呢 那他其實是什麼呢 他是給供了錢的人 支付這個退休 商殘津貼啊 付出金啊這些 那他的申請的條件是什麼呢 那他會是 不要緊的 65歲以上 或者是介乎於 60到64歲之間 要有你公共 要在18歲到65歲之間 有足夠的退休金公款 那還有呢 他如果是要一個 雙殘津貼的話呢 那個雙殘程度呢 要是嚴重的 或者是長期性的 還有要有醫生證明 那還有呢 他給多少呢 要根據你 供了錢有多少來界定的 如果在60到70歲之間 申請 講基本的退休金來說呢 你說你退休了 那你在65歲是一個界點 那 早一個月申請就減少0.6%的退休金 那遲一個月呢 便可以增加0.7% 那有些人想說要知道得清楚一點 那可以提前六個月申請的 那六個月之內呢 都可以切回申請的 那也都可以和你的配偶去分享 這個退休金 那退休金裡面呢 還有一個 也都好像老人金裡面 有一個遺商的福利 那這個遺商的福利呢 也都包括了幾樣東西的 第一樣東西呢 就是可以有一筆過的死亡付出金 我們叫Death Benefit 最高呢 可以達到是2500元 那有些 還有呢 也都可以叫做survival pension 就是每一個月每一個月這樣拿 那如果有子女呢 低於18歲的時候呢 那最高呢 也可以每個月給你的子女 257.58元 這些數字可能有金 那老人金 老人寶助金 配偶金 那維促金這些的申請方法 是可以在電腦下載的 那也都可以下載一些表格 和政府的部門 社區機構 去同行申請的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可以找我們旗揮會 那但是他們也都要提供一些 認可的文件 比如是一個入境紙 公文卡 或者公文紙 封業卡 工作卡 工作卡 現在沒有工作卡 而現在工作卡 那些號碼 工作先的號碼 如果是申請這一個 的時候呢 還要提供你的結婚證明 如果是為你的配偶 或者申請遺囑金 或者其他東西的時候 包括了你的死亡證明 那如果真的需要的時候 就要提供所有這些資料 有些人呢 是兩樣東西都不符合的 那他們可能就是有低收入的 那去到有 政府呢 就有一個低收入人士的福利原作 那也都有一個 如果是永久性傷殘的人呢 也都有一個殘障人士的福利原作 那什麼叫做這個經濟福利呢 一個ODSP 一個OW 這個ODSP 我先講這個殘障人士的福利原作 那這個福利呢 是給個人的健康 因為健康的理由 而需要一個經濟和福利的支援而設置的 那他在65歲或以上 又未留符合 申請老人金的安省居民呢 都可以申請的 那所以其實等於是給所有的年齡了 那但是如果你不是因為個人的健康理由 但是你又有收入上面的問題 那怎麼辦呢 那也都有這個ODSP 這個低收入人士福利援助呢 他是給即時有經濟困難 並且願意參加就業輔助計劃的安省居民 提供一個短期的緊急性的原作 那可以跟安大陸的Social Assistant Officer 你聯繫的 我下面這個呢 因為不同的 由政編碼不同的區 他有不同的Officer 那所以大家可以用這個Office Locators 去設置你所在的政府機構的聯繫人的電話 那剛才說回 就是嚴重或者永久性的傷殘 如果大家是要申請這個雙殘福利金 收入和儲蓄都不可以超過一定的限額 那你可以有屋 可以有代步的私家車 但是不可以拿這些屋 私家車來做生財的工具 那這裡裡面呢 其實也都分成了幾樣東西 當然它有一個基本的津貼 我們叫做Basic Needs 也有一個住屋的津貼 我們叫做Shouter Alarance 還有一些特殊的人 需要特殊的輔助 例如特殊的膳食 或者是一些醫療器材 眼鏡、助聽器、藥物 可以和這個ODSP的Officer去談 甚至是一些交通津貼 這個就有一段時間了 有一個等候期的 三到四個月 安省福利金 有些人可能不是因為身體狀況的原因 而是因為他真的有經濟困難的時候 申請這個安省福利金的時候 同樣的道理 都是不可以拿你的家 私家車來做生財工具 而且他也會審查你的所有存款 各方面的合乎資格 如果他覺得你是合乎資格的話 最新的就是每個月 加起來會給你733元 跟你同住的其他家庭成員 可能會獲得一些額外的金額 這個在他見你的時候 他會和你計算的 而且他比較快的 因為他是一個等於救急的福利金 很需要這個短期的救助金 等候期大概只有一個路兩個星期 他就不需要像雙殘金 等到三至四個月 我們接下來說 長者居屋、長者大廈 其實 支付房子是一直都有的 但我想在香港應該叫連租屋 我們在這裏給一個長者的時候 有些特別的樓宇 他就是在濕斯丁城裡 有些樓宇是專門給seniors的 這些seniors長者大廈 在不同的區域有不同的申請 比如打個比方 有些在多倫多 有些在約克區 所有區的申請都差不多 但有少許區別在哪裏 之後再更改不知道 但現在多倫多是59歲以上 約克區就要60歲以上 兩樣東西都要是一個 加拿大的合法居民 有封業卡 至少有封業卡 或者是有一個 有一個合法在這裏居住 能夠獨立生活 所謂獨立生活 即是說 當你住了進去 就好像住在一個公司 那樣 你能夠煮食 各方面 要能夠獨立 舉個例子來講 2020年的時候 最大的轉變就是 收入 那個年總收入 不可以超過8萬元 以及資產不可以超過75萬元 包括所有一起住 的人質申請者的資產加起來 包括加拿大境內外的資產 而這些長者大廈 一般都有些康樂室 社交活動室 但洗衣房就需要另外的 他們通常就不會在裏面 有一個洗衣機乾衣機 所以洗衣房就要硬幣付費 有些人說 什麼叫做收入 很多人告訴我 他們是沒有收入的 這樣 其實他們也列出來很明細 大家要看看一個申請單的時候 收入包括了我們剛才說 如果你收入老人金 退休金 OAS 或者OW 甚至是補助金 那些 其實都算是一個收入的 就算是學生 他們是兼職 全職工 打半職工 甚至有些在領域 雙殘保險 或者因公受傷 雙殘保險 那些 其實那些全部都算是一個收入的 而在資產裏面 亦都包括了 大家可能再看一看個名勢 比如說 甚至是那些 有些人說 銀行裏面 好像我的 有些錢 又不是很多 甚至是我的 Test Free Saving Account裏面的錢 沒有利息的 免稅 免稅戶口 算不算 也算 還有一些 甚至 那些 預付的 即是 我們有些 長者 他們可能給了一些 付了一個 善中的 費用 那些 喪葬殯儀 甚至他們買了一些 生命保險 即是保險 那些 可以有一個現金值的 所有這些 投資 甚至這些 都算 如果一對夫婦 有些人說 那是不是 可以申請兩房一廳 那其實一對夫婦的話 通常就是申請一房一廳 那單身人士 可以申請一房一廳 或者是那種單人房 我們叫做Bachelor 這個Bachelor 的 然後 如果你真的要兩房一廳的話 那你要證明 那誰可以跟你證明呢 那就要找回醫生 去調理申請 即是說 證明到你有這個需要 即是他們是專業人士 只有他們才可以證明到 你們有這個需要 在住房 在申請變動 剛才我已經說了 在多倫多 其實現在正在做一個很大的改革 他們以前我們可以通過Toronto Housing Connections 去申請 而且現在他們的網站已經改變了 這是一個My Access to Housing To 這一個在線的申請門戶 網站 如果大家已經申請了房屋的人 在等候名單裏面的人 可能在這幾個月 7到10月 11月之間 他們按你什麼時候申請 越早申請的就越早收到一個套餐 這個套餐會教你 怎樣去做一個更新的 那 因為 即是說 之前我們是用另外一條連結 在網上 我們可以去更新Toronto 但是現在就 不可以用Toronto Housing Connections 那條連結了 那就變成了一個My Access to Housing To Toronto 大家可能都聽說過了 這些就是按你總收入的8-30 這件事是沒有變的 那有些人說我電腦不行 那怎麼辦呢 那可以請人幫忙 或者打電話去支援中心 在多倫多 就是416-338-8888 在約克區就是1-3.8-464-9675 申請一樣的 都是要提供公民卡 或者封業卡 或者工作卡 那 那 有個改變 就是說 它更新了這個系統之後 大家要提供一個稅單 我們通常有些長者 他們報完稅 他們是沒有保存 這個Notice of Assessment 但是這個 這個NOA 其實很重要的 稅局 其實 他們是說 要保存7年的 大家 也好 在你的電腦裡 儲存也好 也好 也好 因為這個是 你報完稅之後 政府給你 確認你的稅單 那 申請之前 你還要找一個聯絡人 可以是你的家人 也可以是你的親朋好友 那 這個人 只要你有他的名字 電話 地址 還有 他要懂得說英文 因為有時候房屋處找不到你 那他們就會找這個人 那 你也要提供你之前三年的住在哪裏 入住和離開的時間 業主的姓名或者電話 那 有些人可能說 我三年都住在同一個地方 那你就寫回同一個地址 那 再多一樣新的東西 就是要有你的電子郵箱 那 就是因為 這個更新了這個系統 他要你create一個十個密碼 十個數的密碼 還有他會傳一個電子郵件 給你去做確認 那 所以 你申請之前 你要準備好這些東西 你也要有一個電子郵箱的地址 唯一有優先的話 只有這三樣東西 第一個 當然 我們叫做一個受弱者 可能 一個家暴的 survivor 行存者 那 或者 我們在說一個 Human trafficking 就是很不幸 真的去被販賣 那 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叫做 Terminal Ill 就是臨終的病患 那 所謂的臨終病患 那當然 也都 就是醫生啊 那些要證明 就是說 少過 我們可能 在世的時間 可能低於兩年了 那這些人可以跟房屋處去講明 就是有這個情況 那 所以 可以去 才有一個優先的 因為有時候等的過程很長的嘛 那我們要知道 我們可能每一年 就要申請更新一次了 那你在網上更新也好 打電話也好 也好 那 那 有些人說 那其實 掌跡大廈可能 他可能 他覺得 不太方便 等的時間又長 又常常要更新 那樣 或者是他的資金 可能其實還有一定的資金 那其實他也都可以想一想 就是要急著的market rank 那 我們叫做市價租屋 市價租屋 就是說 他 現在不斷地在那裏改 我經常說的數字 不斷在那裏改 那他都要有時候等一等 但是他就不需要經過房屋處 那他就直接去到那間大廈那裏申請 那 舉個例子來講 很多約克區 他們也都提供這些市價租屋 他們 好像一些地方 他們每年會增加 但是他會比市價的地方 他們會便宜些 那 他們也是根據市場的價格來定 但是一定會比正常的market rank 是會低的 那他們的設施 內部的大小 各方面都要去看回每一棟屋的 詳細情況 還有一些其他選擇的話 那另外一樣東西 就叫做offordable housing 實惠居屋 那在多倫多的時候 他怎樣算呢 就算你 如果是單人房的話 那你的收入乘以4 那你的收入要低於那個金額 如果你是要一房一廳的時候 那你也都是有962乘4 而是低於4萬6 那你計算你的合不符資格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Toronto Community Housing Cooperation 那裏去討論的 那打電話去 就可以是416-985-500 那或者是他們的網站上面 都可以查到這件事 是Toronto Housing Cooperation 長者很多時候 面臨一樣東西 就是說 經常說退休 那什麼叫做退休之家呢 那退休呢 其實我們說 很多退休之家 他不是公立的 他不是一個市政府去做一個運營的 那退休之家說的是一個私營 私營的時候呢 我說一千元 只不過可能就是說 全國來說 現在其實如果你在多倫多 基本上不可能去多一千元 那就是 那個範圍大概是一千到七千元一個月 它就是好像一個房租那樣 它是按月來計的 那大家 整個 加拿大有很多很多的退休之家 那而安省呢 安省有一個網站 叫做ORCA 那ORCAretirement.com呢 它是可以給大家看一個 所有的退休之家 有哪些地址啊 位置啊 大概的電話啊 價錢啊 那些大家可以去查詢 適合你心水的 的一個退休之家 那舉個例子來講 那大家可能都很熟悉 都聽過連志民山的漫長 那漫長都有兩間的 一個是連志民山 一個是萬錦 那可以聯繫回他們 價錢都不一樣的 不同的建築 不同的樓 那當然 在Torrento Scarborough 也有一個幸福護理院 那我現在講這些呢 是講中文的 因為講英文的當然也有很多 那我稍微提一提的 這些是大家 可能會有興趣提到這些 講中文的 那有些人說 我不想一個月一個月這樣 這樣去住這個 退休之家了 那我想去住一個 中心租任的住房 Live Lease 那這些是給一些 有能力的支付的長者 來做的 例如大家可能都聽過 儀翠園 麻常角 葡萄園 那這些他們有些 就是就是說 一些長者的服務機構 或者一些非牟尼組織提供的 那就是一筆過 會提供一個 終身的租住合約 去到你走為止 走了之後 擁有人或者繼承者 可以通過大廈出租或者出租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看 兒康、晚常、葡萄園 打打電話 還有聖保羅堂 那就是他們 叫做SPRC 他們也有聯繫電話的 那家居護理服務 有些人還是想在家裡 或者需要一些額外的服務 那如果大家有聽說過LIN 那其實他們以前叫做CCAC 現在叫做LHIN Local Health Integration Network 那地方醫療整合網絡 他們提供一個政府的提供一個 家居護理服務 包括護士的服務 物理治療 職業治療 就是Occupational Therapist 語言的治療 Speech Therapist 社工 營養資訊 醫療的器材物品 或者是個人的護理 我們叫PSW Personal Support Worker 他們可以去到你家裡 去幫你們洗澡 穿衣服 做一個安全的評估 這樣 如果你願意在家裡的時候 這個評估的時候 它需要看回你的醫療卡 看回你的家居 和健康護理方面的需要 這個統籌 每一個人 如果他接受了這個服務的時候 他都有一個統籌主任 會和你聯絡 他來評估你的需要 那個計劃服務 他會安排上門服務機構 並且他們會監督 他們會看進度 他們隔幾個月 會來再評估一次 如果是合格的話 所有的費用 都是政府去資助的 有些人說 他這些可能是個時間 他可能每個星期 給你幾多日 每一日可能給你幾個小時 那不夠 不夠怎麼辦 可能你也想說 是僱用一些外面 去再請一些家居護理 因為我還想是在家裡 那這些家居護理 例如旗揮會 我們有一些個人護理 我們都有PSW的 Personal Support Worker 提供給他們的 交換個人衛生 善中護理 長短期的照顧 康復的護理 這些就另外再去付費 有些人說 不要再住在家裡 都不想別人出入入 有些長者是不想別人 進入她的家 亦都可能想住出去 當你想住出去的時候 可以住入一個長期護理院 亦都可以住一個短期護理院 字面上的解釋很簡單 長期護理院 就是住了進去 通常就不會再搬出來 住在裡面有時候 那些人就說 裡面有基本房 有半私家房 半私家房 就是一個房裡面有兩張床 私家房 就是一個人是一個房 通常我們 那些地方醫療整合網絡 他們會幫你做申請 但是你要提出的 還有他們會建議你 起碼選五間 看看哪間快點 那 通常有些基本的費用 有一個最基本的費用 當然如果你要住一些私家房 那私家房的費用 當然也會貴一些 但是如果是基本房 如果是政府掌握的時候 基本上 如果你拿著獎者老人金 你可以申請 就是說只是給了那個錢 那就不用再給額外的錢 當然五個院是基本的 但是我們如果要申請多些 你也可以再談 我給每一個區 比如多倫多區 比如約克區 他們的申請書不一樣 這是舉一個例子 比如多倫多區 有些人可能沒有見過 這個表 你申請的時候 Lin會給你一些表 這些表 當然全部都是英文的 包括了一份申請書 申請書有你的基本資料 也要你的醫生 幫你填一些健康報告 然後去到地區選擇 我就說每一個地區的一個地址 他們的選擇不一樣 比如多倫多 這個 他就會列出來 伊途碧谷 北約克 有哪幾間 哪幾間 長者的護理院 你可以選擇 可以在旁邊寫 1,2,3,4,5,6,7 即是說 這間是我最想的 那間是我次想的 然後又可以選擇 你要哪個類型 這些他就可以 拿回全份福利金 來做租金的 跟政府資助 院內的社工可以幫你申請 有長期就是有短期 剛才我講的 有短期的時候 短期需要醫療護理的人 一年最多可以住90天 最短可以7天 最長可以60天 有收費大概就是40元 2號4一天 通常都要提前一年申請 同樣都是去醫療整合網絡 那裏申請給Lin去做一個評估 他們的申請表就簡單一點 但是也怕每一個區 我這個例子是Missasaga Missasaga這個表 大概有三個地區 包括了Etopico、Missasaga、Milton 你可以選擇你想去哪裡站住 從什麼住到什麼 你可以寫出來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想知道多一些情況 我們旗幅會在市加寶 市加寶就好一點 又可以講中文 中文的醫療整合網絡的熱線電話 有條中文熱線的 就是416-701-4806 約克區或者住在北約克區的朋友 都有熱線 但是他們第一次回答你的 應該不會是中文 都是英文英文的 他們的電話就是3.2241 現在我可以交給我們的主持人 多謝你勞姑娘這麼長進的介紹 相信大家都保有收穫 現在請江會長跟我們說幾句說話 希望這些資訊會幫助大家更好安排你們的育休生活 我在這裡提醒大家 在10月15日 也是星期五的晚上 我們也會安排另外一個講座 就是關於安省的醫療保健講座 也是由企輝會委派的社工跟我們主持人 謝謝江會長